今天行政院长毛志国在立法院接受质询 立委们的问题零零总总 包括了用通讯软体LINE请假算不算数 什么水库的水该不该只供桃园人用 还有日本食品要如何检疫等等 现代人用LINE联络大小事生活工作不能少 但用LINE告知主管请假 虽然主管回OK结果还是背计矿值 政府部门要不要也管一管 劳动部长回应虽然LINE都被柯文哲拿来操局处长了 但请假准不准还是要看各公司内部规定 立法院备询民生问题一波波 还有最重要的缺水争议 十门水库的钱我的了解当年是全部中央出资的了 地方首长不要眼光不要目光如动 这个不要那么的一个那么狭隘 行政院长毛志国打脸地方 水库是中央盖的桃园市长郑文蔡 没有理由要求十门水库专攻桃园使用 不过前阵子日本辐射地区食品产地标示不清 原定15号就要全部公告日书坛产品产地证明 在前一刻立委又抓出问题 检疫证明也可以当产地证明 但是我要告诉你检疫证明的重点在检疫 检疫证明的重点绝对不是在 真正的去溯源说他的产地是哪里 即便卫福部说明检疫证明也是官方认证 但面对食安怎么样才能真正确保吃的安全 政府还是要好好思考 不要只做半套 越南TV线指明黄英辰台北报道